宇宙有镜头吗? 在魔都上海有一条魔幻的地铁线可能告诉我们答案 最近上海地铁15号线来了 这是国内首条一次性开通里程最长 全自动驾驶等级最高的地铁 直白点就是没司机,没司机,没司机 就像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一样 这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地铁 阿拉扫黑地铁,罗亚公安 现在无人驾驶非常流行 咱们的地铁也不能例外 上海地铁15号线的无人驾驶信号系统自主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网络运营,安全,可靠 乘客做了都说好 辐射中涉及铺轨,触网,通信,信号,供电五个专业 由基建狂魔中国铁建多边种协同作战 为上海这座人民城市建设品质地铁 真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品质地铁 为人民,让我们为基建狂魔呱唧呱唧 15号线全长超过42千米 采用地下线辐射方式设地下车站30座 其中换乘站13座 线路起自上海西南部的自主高兴区站 至于西北部的孤村公园站 沿线经过了五个行政区 连通了九座高校、四座公园和三个国家级科创园区 其实15号线还是一条勤俭持家过日子 暖心细心的好地铁 体现集成共享理念 十座车站出入口 风景与地块结合建设 四座车站预留街口 一家多吃 上海南站换乘大厅 将地面公交、地下商业、列铁、国铁等各类资源 进行整合 形成综合立体交通换乘枢纽 实现1号线、3号线、15号线 国铁与地面公交车的换乘 用便捷交通提升城市温度 可以说上海地铁就差修到你的床头了 在上海这座城市 建个地铁可没那么容易 15号线穿越河流23条 既有轨道交通线路9条 高架桥梁5座 头顶的重要管线 敏感建筑物数不胜数 还穿越了高铁咽喉区 工程地址环境复杂 地质复杂 然而中国工程师微微一笑 拿出了自己的方案 他们对重要构筑物建立施工档案 精确控制降水 一顿操作猛如虎 沉降不如千分五 据统计 中国铁舰在15号线使用的小发明 小创造 小革新等创新成果 达36项 BIM技术从初步设计阶段介入 建立了车站 区间 车辆基地等全方位BIM模型 为今后运维为管理 奠定强大的数据基础 综上宇宙有没有尽头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上海地铁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我们匠心建造的品质地铁15号线 顺利开通 将进一步改善上海市民出行体验 为上海这座人民城市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